好啦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防染的稀色片 然後這個法寶可以讓你怎麼樣呢 就是可以不用分色洗衣服 表示你就可以省去很多時間 再來 你也不用怕衣服會染到某一些很奇怪的顏色 說不定有些人就喜歡炫彩啊 某一個角度 你覺得它好像有上了某一個不一樣的光 顏色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 我知道 它其實就是別的顏色的那種有離的定設計 已經沾附在它的衣服上面了 然後那個是很難洗掉 有時候甚至是清不掉的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是在這個稀色片上面 它完全可以協助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防染稀色片就是你在洗的時候 你可以依據你自己洗衣機裡面的衣服的比例 然後去放你要一片兩片三片 然後我們之前呢 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這是你均勻的 如果你真的這樣使用 它的稀色片它的確會把所有的衣服裡面的那些 呃 游移的 其實只要我們有手洗過衣服或是衣服進到水裡面 應該都會這樣有一些 染劑其實還是會出來 所以那個水 避不掉 因為就像牛仔褲 對 牛仔褲是一定會的 牛仔褲是always 你吸幾隻怕掉幾次色 你用這個防染片就是可以讓它把那些 顏色通通都吸附在上面 然後最近呢 就是我有發現 因為有些時候啊 可能我們比較懶 它的整個的折疊方式是這樣 一點一點 然後是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呢 你要把它丟到你的洗衣機裡面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以為這樣我就整個丟下去 然後你整個這樣丟下去之後 水不是就會開始進洗衣機嗎 我那天就是做這個就是整個丟下去 然後洗衣機的水就開始嘛 然後它這次還是整疊的放在那個洗衣服裡面 就算它有滾來滾去 但是它可能有一些並沒有抽離開來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防染的這個效果啊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它的這個吸色片就吸的沒有那麼的均勻 想當然而我那一缸衣服 就是 就有一件白色衣服被染了 然後我才發現奇怪 我不是我丟防染面 而且你看我丟幾張 1 2 3 4 5 我丟了5張耶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是因為 我就整疊這樣給它放上去 後來我才知道說 其實在使用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喔 就是你就單張 你就單張 對 你就單張 東南西北 然後就是把它單張拆開來 就是讓它均勻的 因為你不會在裡面 你不會知道它是怎麼滾動你的衣服 跟這個西色片的 所以呢 為了避免這個汗式發生 就是跟大家分享 你們在使用這個西色片的時候 防染片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個原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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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